我是阿群 今天我们要做的卡罗测试的主题是 你身边真正的朋友是谁 那我这边又放了三颗糖果 来作为今天选项的一个指示物 选项的顺序依次是 从左到右123 从左到右123 然后大家就可以开始来做选择了 如果大家选好的话可以 开始来解排 如果还没有选好的话 你们可以暂停视频继续做选择 好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组的情况 就是今天因为 那个福开的支架 没有在身边因为我在外面 所以我就直接把牌抽出来 讲给大家听 然后选择第一组的大家 就是你身边真正的朋友 真正这个朋友 平日看起来呢 是让人会觉得说 比较高冷的一个人 但是他那种生人物尽的姿态呢 我觉得只是表象 因为这个人内在的思想感情 是很丰富的 也很有灵性 直觉力强 同时也比较容易情绪化 容易想很多 但是他会尽量把内在情绪化的部分 用他冷漠冷静的外表包裹 隐藏起来 这个人身上呢 他水火的能量会比较重 天蝎啊巨蝎啊 双鱼啊白羊狮子 也带有点风向的水平 好吧 那这个人呢 面向大众来讲 他好像不太爱搭理别人啊 然后平日呢 多是一副高冷的姿态 世人没错 甚至也跟其他某些人是不怎么合的 就是有可能跟别人是不合 但是呢 我看到这个人好像对你很感兴趣 就是对你很热情 甚至是愿意追逐你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身上有什么魅力 能让这个人愿意把他的冷漠给别人 而把他的热情留给你 也许是缘分 那也许是你身上确实有他欣赏喜欢的特质 其实你跟这个人平日呢 也不见得你们走得很亲密啦 互动也不是多热弱 多数时候还是保有一定的距离感和独立性的 好吧 保有一定的距离感跟这个独立性的 就是你们不太会主动接近彼此 但是知道对方有在身边 然后关系不能不热的吧 这边感受到部分的你们对这个人 可能并没有把他看得很重要 也就是说在这个人心里 他愿意把你当好朋友 但是你不一定把他当真朋友 顶多放在普通朋友的位置 那这个人在关键时候呢 在你迷茫的时候呢 是可以协助你去看到一些真相的 是可以帮你去解惑的 有可能他会在你迷茫的时候 主动给你提供一些建议 或者这个人不主动对你做些什么 他只是不经意说的某些话 做了某些行为 也会对你有启发性 你会通过他来知晓真相得到答案 虽然不见得平常你们关系多亲密 但是感觉这个人内心对你挺忠诚的 你个人落魄了 或者你和这个人的关系决裂了 这个人内心呢 都不会真正远离你的感觉 就是比如你和这个人真的吵架了 然后关系闹崩了 我觉得他内心还是舍不得你的 也不会承认你们真的决裂了 这个人对你就是很粉丝心态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欣赏你 喜欢你颇有点你的迷妹 迷地 迷歌迷姐的那种存在 粉丝拥护爱豆的那种忠诚感 知道吗 他对你就是类似那种 如果你身边目前没有这个人 也代表未来遇到的真正的朋友 可能是这个人 好吧 那这就是第二组排的一个 不好意思 第一组排的一个简单解读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的情况 选择第二组的大家 你身边真正的朋友是谁呢 这个人看起来蛮急躁的 风风火火的 身上风火的这个能量很重 这个人很可能是火象的白羊射手 狮子 或者风象的双子水平天秤 看起来火能量是最重的 好吧 那这个人呢 很有自己的想法 想到什么了 他就会去执行 很上进 也很有冒险精神 应该说是蛮正能量的一个人吧 然后这个人很喜欢跟你接触 喜欢跟你交流沟通 而且他觉得跟你交流是件很开心的事 你们的沟通相处上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至少对这个人来说是这样子的 哪怕沟通有障碍 他也有办法去化解 在和你相处这块 他是很有他自己的方式的 那和第一组类似 虽然不见得你们平常走得很清净 天天一起吃喝玩乐什么的 但是你们的相处状态不会差 大家有接触的话呢 好像都是就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话题 来展开互动的 会一起讨论学习上的事啊 工作上的事啊 或者个人成长上的事 你和他不像是酒肉朋友 这个人不是那种就纯带你去吃喝玩乐 花天酒地的人哦 他是希望你们可以一起玩 也要一起成长进步的 第一组的真正的朋友呢 会给他们带去心灵上的启发 灵性上的觉醒 而你们这一组的这个真正的朋友呢 则是会协助你们在生活 工作啊 个人成长这一块去进步 像贵人那样的一个存在吧 应该说 而且这个人呢 对你的帮助呢 他不是一时的 他是在点点滴滴当中 就是有一种 协助你或者说帮助你 是论悟细无声的感觉 陪伴你一起成长的感觉 协助你去变成一个优秀的人 变成一个物质丰盛精神富足的人 那另外一个面相来讲呢 他也是那个会带你走出舒适区 去做自我突破的人 如果你本身呢 是一个比较缺乏 就是安全感的 不信任他人的这种人的话呢 那这个人呢 会带你走出这种射线 就是会 让你觉得他是可信赖的 总之呢 就是这个真正的朋友呢 他是一个满正能量的人 如果你现在身边没有这好人 也代表未来的你真正朋友 可能是这类型的人 那这就是第二组牌的一个简单解读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的情况 选择第三组的大家 你身边真正的朋友是谁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朝气蓬勃的人 他内心住着一个小孩 与小孩般纯粹的乐成和好奇心 然后这边又感觉到 又感觉到很明显的火能量的这种特质了 今天三组策的真正朋友 好像都有火象的人 好吧 火象三傻 俗话说 可能是因为火象的人比较直率 没心眼 比较实诚吧 所以比较能被判定为 可以当真朋友的人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当然这个开玩笑吧 这是一个概率性的一个说法 真正的朋友还是要因人而异 好吧 但是确实第三组的 就是这组大家 你这个真正的朋友 一样的 在身上 他身上这个火能量是比较重的 有白羊射手 狮子 那也有水象的双鱼 这边看到好吧 那当然也有 好像也看到风向的双子和水平 对 那这个人内心是很有自己的愿景和期待的 对未知的事物呢 总是怀着一颗好奇的 想要探索的心 越越欲试 就是总是一幅越欲试的这种姿态吧 因为这是一个 这是个权杖侍从嘛 权杖侍从 但是呢 他又不如权杖其事那么勇敢 和毫无畏惧之心 他总是想干嘛 但是又不敢真正去干嘛 能量上是有所收敛的 有所收敛的 没那么放肆放纵 所以身边的人总会觉得 他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 但是对于实现想法 这个事他比较拖延 要不就是没那么敢 有心无胆 要不就是执行力 不强 比较差 会拖着 总有一种 见在闲上 要发不发的感觉 那如果你身边有一个 这样的朋友的话呢 我觉得你们现在应该是不联系的 看起来好像两个人有什么过节 或者因为个人原因 选择断联不来往 那这个个人原因呢 可能是你们个人条件相差很大 比如一个比较有潜力 一个经济实力是比较差的 那特别是如果你经济条件比较好 或者哪个方面比对方好的话 那对方会选择退出 不与你来往 那当然这个不是因为他讨厌你 而是说可能他觉得说 你们有差距 然后比较 怎么讲的 就是说有可能也会因为自卑 好吧 那或者说 或者是你们曾经很好 但是因为你想要他怎么对待你 但是他做不到那样 他没办法给你那样的对待 然后你们的关系就变得尴尬了 甚至后面就不了了之不来往了 但是为什么说这是你真正的朋友呢 是因为内心深处 打内心深处来说 这个人是有别于其他人 那样可以去治愈你的 去治愈你的 不管你们隔多久隔多远 你想起这个人的时候呢 心底其实还是觉得很美好 因为曾经你们治愈过对方 特别是说他治愈过你 只是后面物是人非 而无法留住对方而已 心里是很有对方的 哪怕你们不来往呢 好吧 你们哪怕你们不来往呢 也是愿意祝福对方 感恩对方 但是介于现实因素 不得已断的来往 有这样的一种无奈感 是吧 也就是说 这一组的你的真正朋友 也许是一个过去的人 哪怕是现在的人呢 也可能代表你们现在应该不长联系 不怎么和对方来往的 但是呢 你们不是讨厌对方 而是说物是人非 带来的这种遗憾吧 然后就是大家就变得无语了 好吧 哪怕你们不来往 但是庆幸 你们是心底里面 你们是庆幸认识过彼此的 然后也感恩对方 也希望对方好 想起对方的时候呢 还是有被治愈到的感觉 知道吧 好吧 那这一组的话 看起来就是说 这个真正的朋友 可能是一个来自过去的人 那样好吧 那这就是第三组牌的一个 的一种遗憾 感谢观看